今年是李克勤入行30周年 当然要开个演唱会 特别庆祝一下 不用说都知道 售票反应是多么的热烈 很多歌迷都买不到票耶 不过歌迷们可不要灰心哦 因为李克勤早前快闪街头 带给大家好消息 宣告除了原定的六场 还会加开一场呢 那次很好玩 因为其实那天晚上 本来我们就在开演唱会的meeting 然后突然间他们说 其实票卖的不错 然后我们在礼拜五要多加一场 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拍一些东西 然后在网路上面去播 去宣布这个消息 然后大家都说 其实就不如出去玩一玩 就在你的广告牌之前 就做这样的一个搞笑的事情 蛮好玩的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些市民在挡车 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惊喜啊 可是只这样一场会不会太少啊 三十周年耶 多天几场也不过分啊 暂时不知道 因为在我之后 其实还有另外一位的歌手 跟他们的经纪人在谈 看一下可不可以 但是现在也50 50吧 最近都在忙演唱会的事情 能会不会少了时间陪两个儿子玩啊 不然叫儿子们来看彩排就好了 会啦 彩排还是自己来做吧 但是在演唱会 正式演出的时候 他们会来看 之前已经带他们去了 外国玩了几天 所以其实这一段的时间 都会留在香港 然后因为9月份有演唱会 所以都在排练啊 都在开会啊 都在忙演唱会的事情 上个礼拜又多加一场 然后就再忙这些东西吧 忙归忙 身为爸爸的李克勤 当然无时无刻都想着小孩啊 这天出席抗读的宣传活动 也不忘买球送儿子呢 对啊 因为其实 我也常去他们的那些 学校里面的活动 因为儿子是念国际学校的 所以他们其实蛮欢迎家长 去跟他们一起去参与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今天见到很多的小孩子 差不多同年龄 所以很亲切 对啊 今天过来 因为他最近就在喜欢打篮球 暑假嘛 所以要买一个小孩子的 5号的篮球 比较困难 刚好在今天这个地方附近 就是那个 那个足球跟篮球的 很多东西可以买的 就买到了 所以很开心 我回来的时候 我回去的时候 因为他也会很开心 哦 是喜欢篮球吗 还以为是跟爸爸一样 都喜欢足球呢 去足球也有啊 因为这一段时间 很多比赛都停了 然后如果是outdoor的话 可能会太热 所以其实篮球也不错 在印度嘛 这个爸爸还真够信心耶 香港报导